《逃犯条例》 各位香港市民 《逃犯条例》修订所引起的示威和冲突 已持续两个多月 对很多香港人来说 我们这个城市变得很陌生 一次又一次的暴力事件 造成很多市民、警察和记者受伤 一向安全、很有效率的机场和港铁 被人恶意破坏、造成混乱 道路和隧道突然会被堵塞 旅客担心香港还是否安全 不愿意来香港旅游和经商 家人、朋友之间 因为不同见解而闹回 持不同意见的人 在街上、在学校、在网上遭受欺凌 甚至互相攻击 这两个多月发生的事 令每一个香港人都感到震惊和伤心 而令大家对香港感到焦虑和痛心 大家都很焦急 希望可以尽快走出目前的困局 对于示威人士提出的五大诉求 我们在不同场合都回应过 第一,有关撤回条例草案 我在6月15日已宣布暂缓条例草案 之后亦表明 修例工作已完全停止 第二,有关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政府认为有关警方执法行动 应该按既定机制 交由专责的独立监警会处理 而不应该令设独立调查委员会 监警会除了处理有关警方的投诉 也正按照他的法定职权 详细审视6月9日开始 发生的一连串大型公众活动 市民很关注的7月21日元朗襲击事件 是其中一个重点 审视工作的目标是重组事实 评估警方的处理 并提出改善建议 监警会已成立国际专家小组 协助委员会工作 报告的内容和建议都会公开 第三,有关示威活动的定性 我们多次重申 法律程序上不存在暴动定性 律政司已清楚指出 每一宗案件的刑事检控决定 都是按证据、按法律、按检控守则作出 第四,有关要求释放所有被捕人士 不检控、不追究违法的人 这些要求是法治社会不能接受的 根据《基本法》 律政司的刑事检控决定 必须不受任何干涉 否则有违香港的法治精神 第五,有关商普损 这是基本法定下的最终目标 要实现这个目标 社会需要在法理的基础上 在平和和互信的氛围下 以务实的态度进行讨论 否则只会令社会更加撕裂 这五点回应是平衡了不同因素而提出 我知道,我们的回应 未足以平息社会上很多人的怨气 但不断升级的暴力 持续冲击社会秩序 又能否解决目前的困局呢? 请大家想一想 我们是否应该透过对话 为香港尋找出路 很多人说 展开对话要有基础 作为行政长官 我有责任尽一切努力 在种种局限之下 尋找社会向前走的机会 我现在提出四项行动 希望作为社会向前走的起点 第一 特区政府会正式撤回条例草案 完全释除市民的疑虑 保安局局长会在立法会复会后 按议事规则动议撤回条例草案 第二 我们会全力支持监警会的工作 除了邀请海外专家 我已委任两位新成员加入监警会 他们是余黎清平女士 和林定国资深大律师 我向大家承诺 政府会认真跟进监警会日后提交的报告建议 第三 由今月开始 我和所有司局长 会走入社区 和市民对话 等社会各个阶层 不同政治立场 不同背景的人士 透过对话平台 将种种不满直接说出来 一起去探讨解决方法 第四 我会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 就社会深层次问题 进行独立研究和检讨 向政府提出建议 经过两个多月因修例工作引起的冲突 大家都意识到 我们眼前的矛盾 是反映了长期积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例如房屋和土地供应 贫富懸殊、社会公义、青年人的机遇 以至公众参与决策等 我们的对话平台 就可以让大家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各位市民 持续出现的暴力正动摇香港法治的根基 极少数人挑战一国两制 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 污选国旗、国徽 将香港推向危险的境地 无论市民对政府或社会严防有多大的不满 暴力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目前最逼切的就是要押止暴力 捍卫法治 重建社会秩序 政府会对所有违法和暴力行为 严正执法 我和团队很希望 今天提出的四项行动 可以为打破困局 走出一步 以对话代替对立 为社会带来改变